网红扬言 中国头盔不如印度吧 结果测试后被疯狂打脸 中国网友调侃 他是实锤打脸 这个印度小哥信心满满地测试四款摩托车头盔 测试前 三哥信心满满地说 我们的头盔没有他们的一半好 他随随便便就能把咱们中国的头盔给砸个稀巴烂 咱也不知道谁给他的自信 好像印度人都挺自信 从右侧开始依次是人民币42块钱的印度便宜货 340块钱的印度高档货 然后是49块钱的中国低端货 和350块钱的中国高端货 四个头盔放在一起 乍一看没什么区别 但是印度小哥呀 特别看好自己国家的产品 他始终认为印度制造又便宜 质量又好 开始测试之前啊 就大放厥词 说要想保命 还得用印度制造的头盔 还建议中国的外卖小哥都采购印度的头盔 信心满满的阿三打算 先从自家的最便宜的头盔开始测试 小哥抡起大锤 就是一锤子 可是这一锤子下去 小哥自己都懵了 感觉自家这个头盔 没有任何的抵抗 一下子就敲了个粉碎 这质量冲击量 就是个摆设了吧 这要是卖出去 得害多少人 小伙自嘲说 可能是买到残次品了 准备拿自家的最贵的试一试 卯足了劲 又是一锤子下去 准备给自己挣回点面子 谁知道 这下子脸丢得更大发了 自家这么贵的头盔 好像跟第一个没啥区别 印度小伙尴尬地解释道 可能是我敲错位置了 自家产品丢了脸 打算在咱们中国产品上 找回点面子 他觉得中国的头盔 可能也好不到那去 也就一锤子的是 小伙子想都没想 旷当就是一锤子 砸在了中国 这个比较便宜的头盔上面 可是谁也没想到 这个便宜的头盔 他却这么结实 使出浑身力气 只砸掉了一个小零件 整体结构还是好的 印度小伙当然不服了 旷当旷当 又是两锤子 终于啊 在印度小伙的不懈努力下 咱们中国的特价头盔 也没能扛住 让他给敲得面目全非 也算是让他找回了点面子 还嚣张地说 看来中国的头盔 也不咋地 最后测试的这个 就是咱们中国的高档头盔 售价三百多 小伙子卯足全身力气 一锤砸下去 不知道是累了 还是又没找对位置 头盔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 这一锤 可把小伙子给敲懵了 他知道自己可能再敲个七八锤 都搞不定 咱们中国这个头盔了 小伙子说自己太累了 自己的换个工具 要不然不公平 废话不多说 小伙子直接开来自家的拖拉机 有一说一 这这年轻人不讲武德呀 准备直接上拖拉机碾压 那咱们中国的头盔 能否接受这个严格的考验呢 咱们接着往下看 小哥拿了一个新的头盔 死死地固定在地上 紧接着自己爬上拖拉机 启动后 拖拉机发出突突突的声音 一切准备就绪 小哥自信满满地踩下油门 在拖拉机压过头盔上部的那一刻 中国生产的头盔 貌似承受住了碾压 轮胎在碾压过去之后 虽然发生了变形 但是并没有破裂 并且啊 变形程度并不是很高 碾压过后啊 奇迹般的还弹了起来 只是发生了一些变形 和掉了几个小零件 这让印度小伙万万没想到 他无奈地停止了实验 他扬言 他一定要找到一个更好的方法去测试头盔 说下次一定要成功 他不知道的是 咱们的中国制造 早就已经不再是假冒伪劣的代名词了 虽然印度并不服中国制造 但是这并无法改变 中国制造已经领先全球的现实